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开始咱们再学一个新技术 什么技术 大家请看 Java脚本6 或者叫做ES6 为什么要学它 因为最近好多的新框架 都是采用ES6标准了 它已经不采用ES5了 咱们一开始学的 这个浏览器编程 或者是NoteJS编程 一般都是用ES5的语法 不过现在ES6 慢慢慢慢的已经流行开来 所以说 我觉得应该有必要做一期 关于ES6的语法讲解 好 咱们就准备开始这期讲座 先看一下我讲座的概要 大家请看 ES6它是个什么东西 首先说 它是Java脚本最新的语法式样 它是2015年 注意 是2015年的 并不是现在 三年前 它是2015年6月 由ECMA国际组织公开的新版本 当然现在它也不是最新 包括2015 2016 2017都出来了 但是ES6 就是2015年这个版本 还是比较成熟 所以说 咱们采用它 现在已被多个领域中 所使用浏览器 浏览器支持的一般 它这个地方 起来广泛使用 其实支持的还真就一般 不过 没关系 它优秀的语法 令它早晚会被各种浏览器 所支持 好 那咱们先看一下ES6的新特性 首先说 在ES5里面就没有类定义的概念 只有输出模块 输出函数的概念 对不对 那么在ES6里面 它非常清晰的定义类 而且包括类的继承 封装等等的概念 做得非常好 所以说我极力推荐您 放弃ES5 咱们一起学习ES6 再往下看 它的import export 就是输入输出 支持也是很不错 但是我现在用的是Node.js开发 Node.js对于这个import 支持的还算是一般 不是特别好 是在试验阶段 但是其他语法的支持都不错 好 接下来 还有这个函数定义方法的改进 比如说 大家请看 增加默认值 增加可变参数 箭头函数等等 尤其箭头函数 咱们现在用的是非常的广泛 在Landam市里面 经常会用到 好 咱们再往下看 接下来 Light语句 Light语句是干什么 定义变量 Cost定义长量 这个在咱以前只用VAR定义 对不对 所以说今后 咱们就不用VAR了 用Light 为什么呢 今后我会讲到 Light和VAR有什么区别 作用欲不同 咱们今后会讲到 接下来 Fall Off列举的语法 也是更新 再接下来 Promise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处理 回调地狱 用到的这个Promise 承诺 包括一些新的类型 Map Sight 代理 咱们都会讲到 诸多特性 反正说 咱们看到这些特性 咱们先说 其他特性咱们不管 就这几个特性 这几个 就值得咱们学习ES6 你不认为吗 我认为 就Class跟Import 这两个特性 就值得我学 这时候咱们大家一起学 好 那么咱们再往下看 这个ES6 它类似标准有什么 我这列出了几个 一个是TypeScript 这个应用还算广泛 但是呢 它这个语言比较重 而且呢 需要有这个类的定义的文件 所以我其实不是特别喜欢用TypeScript 为什么 太重了 对吧 另外一个是一个咖啡 咖啡前几年比较火 最近用的比较少 您作为了解呢 就可以 今后肯定有发展方向了 没说了 就是今天咱们要学的这个ES6 好 那咱们看一下这个ES6的学习 这有两个网站 我给您打开 咱们看一下 那请看 这个呢 是GitHub的一个 关于ES6的基本语法 在这地方写的非常的详细 我呢 一般也是参照这个呢 做一些例子呀 等等的 非常方便 而且呢 它给咱们提供了 非常 非常容易懂的一些个样例 所以说推荐您呢 有机会啊 看一下这个网站 另外 这个网站 咱们像我是用Node.js 来主要开发 对吧 Babel呢 是咱们用Node.js 来兼容ES语法的 非常好的一个第三方库 所以说呢 这个网站也推荐给您 这个网站 有机会朋友 也可以去看一下啊 非常非常的好 因为咱们用Node.js的话 主要用这个Babel来进行 这个ES2015 或者说ES6的兼容 好 再往下 现在到现在2018年为止 ES6它支持的程度怎么样 咱们先看一下Node.js 对它支持怎么样 这是我给您总结的几个网站 大家请看 标题部分 就Node.js 10 9.1 然后是8.94 现在我先用资金版本 应该是8.11了 但是无所谓啊 大家请看 Node.js支持 大家看这个绿色了 还算都不错 是吧 大家请看 以前的Node 0.12 0.12 4.9 这支持一般嘛 越到后来 越到前面 支持的越好 对不对 我这次主要讲解 是用8系列 所以说呢 咱就看第三列 大家请看 8系列支持的 就已经很不错 对于ES6 大家请看 这列对吧 支持的非常的不错 几乎全支持 目前我测试了 就Import的 还有支持还是差一些 这地方是圆形key 它不支持 这无所谓 10也不支持 大家请看 几乎全支持 对不对 所以说 我这期 这一个系列的ES6课程 准备去用框架 在弄到GS8的基础上 好 那咱们再往下看啊 这个网站 也给您看一下 这是我做扩建时 总结出来的一些网站 这是干什么的 这是说浏览器 对它的兼容性 目前我用最多的是 Colomb10吗 对吧 其实其他的浏览器 像这个Edge IE的Firefox的支持 也是都不错 不过推荐您使用Colomb 像这个67 支持就比较不错 几乎全而绿的 对吧 这浏览器对ES6的支持程度 目前来说 主流浏览器中 极力推荐您使用Colomb 好 然后再说一下 我这个套课程的基础知识 首先说 您得会Java脚本 您得简单的会一些语法 你说我不会 不会也没关系 我相当于是用ES6的标准 给您讲解Java脚本 其实是差不多 但您要是会他的理解 会他的基本使用方法 许有的课程会更加的快捷 好 咱们再看一下这开发工具 我刚跟您说了 我用的是Node.js的8系列 咱们看一下 现在我这时间点 Node.js的最新版本 大家请看 是8.11.1 我天两天做这个视频的时候 是用的是8.10 不过这两天出了8.11了 8.11了 那咱就用8.11 没有问题 我现在已经安装成功 咱们看一下 Node-V 看了吧 我用是8.11.1 现在是当今 现在的最新版本 你说过两天 又变更了怎么办 变更了 咱再安装嘛 对吧 好 然后再看一下 我这个套课程 所需要的本本编辑器 和以前一样 非常非常推荐您使用 Microsoft的VS Code 简直就是太棒了 我现在用的就是它 非常非常的好 其他两个呢 可以忽略不看 但是您说您用Mac Mac也是推荐您使用微软的这个VS Code 极力推荐 没有之意 浏览器呢 也不用说了 推荐您使用Clorm的最新版本 它对ES6的支持也是非常的好 其次呢 使用火狐 再次 再次也不用IE 为什么呢 MAM 对吧 推荐您使用Clorm 因为Clorm是多平台 包括手机 平板都有 对吧 极力推荐 然后再说一下 我这个视频计划 这个和其他的课程一样 每个视频 包括一到两个知识点 然后控制在五到十分钟之内 然后我的原代码呢 会放到开安中国的服务器 大概和以前都是完全一样 然后我的官网呢 是这个commavideo.com 有兴趣朋友可以访问订阅一下 好 这就是ES6系列课程的第一期 从下期开始呢 咱们就正式进入ES6的学习 好 那咱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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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